住的地方 赶紧去找他请教 结果当他到先知家的门口 发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先知的太太 比他太太还凶 正在骂她 他本来要去请教的人 站在门口外面说 他比我还惨 所以当战争结束之后 他抓个比较适当的时机就进去了 然后对着那个先知 那个眼神对他非常的怜悯 兄弟你比我还惨 结果这个先知 就跟他讲 说其实我太太有时候脾气一来 对我很凶 我也是想把她凶回去 可是我心里一想 这个女子这么信任 把终生都付出给我 那是要有多大的勇气 对我的信任 然后他又怀胎十月 帮我生了这么多孩子 那是太幸福了 那个临产的时候这么痛 然后又把这么多的孩子都一把死 一把尿 拉拔长大 然后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他在孝敬 家里也是都是他在张罗 让我的事业都没有后顾之用 这么多年走下来了 我一想到这一些付出 我的气就没了 所以常常想着对方的这些 付出这些信任 这些恩德 说实在的 脾气是真的还假的 诸位学长都看过达摩祖师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早 我们俗话常说 父慈子孝 双亲乐 胸有地宫 满堂春 三胸四弟一条心 门前泥土 化黄金 所以兄弟和睦 兄弟团结 是一个家庭相当大的福分 所以我们上一节课 跟大家谈到法召禅师的这一首祭 说到的 同气连之 各自容 些些言语 莫伤情 一回相见一回老 能得几时为弟兄 弟兄同居忍变安 莫因毫莫起争端 眼前生子又兄弟 留与儿孙坐样看 这古代留下来的这些教诲 都是从他们真性情当中流露的 所以学习古圣仙贤教诲 最重要呢 用心感受 真感情好文章 我们看从这一首祭当中 每一句的心境 我们把它体会到了 都是兄弟相处 最重要的心态 比方第一句提到的 同气连之 从这个连之 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 兄弟是一体 不分彼此 而跟在哪呢 跟在我们的父母 跟在我们的祖宗 所以一个人 只要跟兄弟冲突了 不孝祖宗 不孝父母 尤其假如 又是大哥 又是大姐 那叫最佳一等 大哥要当的 够格 所以在人的 这种人格特质当中 当哥哥 当姐姐 当得好 看起来就很有安全感 就能常为大局所想 讲到这里 有没有 当小弟小妹的心里 会不会难受 小弟小妹 有很多呢 也看起来像大哥大姐 他假如在同侪当中 同事当中 都懂得去爱护别人 那他的心量 还是很大的 所以 真明白 兄弟联知 就会想到 有爱 才能让父母放心 所谓 兄道友 弟道工 兄弟目 孝在中 又有一句话讲 以父母之心为心 天下无 不有之兄弟 以祖宗之心 为心 天下无 不知之族人 以天地之心 为心 天下无 不爱之明物 这虽然是 短短三句话 假如从今天开始的 这三句话 就印在我们的心地上 我们今天 学问就上身了 学贵心物 这个心物 就好像孔子讲的 举一 反三 这个一 就不是只有这一句话 是这一句话 背后的心地 体会到了 死死以这样的心地 来存心 那这个三是什么 这个三 就是一切时 一切处啊 都用这一颗真诚心 就反三了 都用这一颗恭敬心 都用这一颗慈悲心 都用这一颗 觉悟的心 都用这一颗 都用这一颗清静的心 那这个人就是会学 会学的人 什么时候在学 一切时一切处 善观 己心 力士 练心 经历每一件事啊 看看自己的清静心 有没有提升 看看自己的 平等 真诚心 有没有提升 这叫心啊 心是本啊 孟子讲的 学问之道 无他 求其 放心而易 所以学贵心悟 守旧无功 其实我们冷静去看 这每一个字啊 都很有味道 我们因为 长期学习 尤其在学生时代 是知识的 积累 就一直灌进去 一直灌进去 到底这个知识 这一句话 感动了我们的心灵 启发了我们的心灵 这个进来的东西 不产生作用 它会发臭 所以 例子归说的 不立行 但学文 学了一大堆东西 顾不到心里去 都留在表面 留在脑子 很容易就拿出去 要求别人 涨浮华 成何忍 学如逆水行舟 不禁 不禁 则退 学得多 没有消化 没有领受 它就产生傲慢 甚至于产生 学习的 惯性 它不会用心 它只会 记一大堆 用不上 用不到生活 用不到工作 用不到处事 待人接物之中 所以 这个旧 就很有味道了 我们以前 错误的惯性 有没有打破 不然还是像以前 考试机器一样 记一大堆 背都背得出来 一句都没有用上 所以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境界 手足无措 我们曾经背过多少句经句 那算不清楚了 怎么遇到一件事呢 一句都提不起来 那就是 学问没有从心上下功夫了 假如是心上下功夫 印在心上 哪有可能不能提起来的道理 为什么学习说 首先不要贪多 你们的定力挺不错的 全部都没有受影响 请受小弟一拜 这个就是考试 是吧 你觉得心神不宁啊 打个雷里就 就吓了一大条 这个学习要稳重 稳弱泰山 这个稳弱泰山 说实在的 我也是废起来的 是刚好有一天 真的到了泰山 才知道什么叫稳弱泰山 因为那个泰山的底 非常的广 坐下去 非常稳 所以叫读万天书 行万里路 因为我们的古圣先贤 特别会用天地万物来批 你一看 哎呀 印象特别深 行万里路 还要悦人无数 善财同子 午是三餐 每一天 从每一件 人事物当中 见人善 及时起 见人恶 及内心 我们觉得 我这一阵子 怎么都没进步啊 反而退步了 贪多了 脚不烂 一大堆东西 脚脚脚都脚不烂 用不上 今天假如我们 就词这一句 见人善及时起 见人恶及内心 每一天会不会进步 铁定进步啊 不可能哪一天不进步 所以就是 虽然都懂得这些经据了 但是呢 都没有印在心上 俗话讲的 胡伦吞枣 那我们要很冷静 我们又是父母 又是老师 又是领导的话 那我们胡伦吞枣 我们传给 晚辈的又是什么 所以我们很想做好事 可是我们的执着 去掉没有 我们的分别 去掉没有 知所先后 折尽到一样 先后不是做好事 不是先做好事 至天子 以至于庶人 一是皆以 修身为本 这个本字 用心去悟了 可以在一切时 一切处 去观察 什么才是本 真正知道本 所有的努力 才能产生好的效果 叫君子物本 本利而盗生 今天这个本 没有掌握了 根没有扎牢了 树一天一天长大 我们还挺高兴的 因为挺好看的 长得很大 哎呀太好了 太高兴了 可是当真正的 强风来的时候 连根拔起 当连根拔起的时候 你想要让他 再慢慢成长 他也没这个机会 所以小人 行险以侥幸 我们在做人做事当中 还是不能够 实时以经典 来做事情 这个侥幸就是 一定要扎根吗 一定要这样吗 可能我例外吧 告诉大家 没有任何人例外 哪怕是 很有智慧 很有德行的人 他都不例外 为什么 因为他考虑 留弊的问题 他自己很优秀啊 问题是后面的人 假如学他学不成 他一定要用 扎扎实实的样子 给后面的人看 所以很多人说 我不用手礼 我不用慈戒 我守心就好了 真正境界很高的人 他也会守给 大众看的 所以 智慧再高的人 他一定是考虑 留弊问题 都从物本开始做起 而且大家要了解 人与人的影响 是随时随地的 而且是不好的影响 很快 叫学坏 学坏一日有余 学好 中年不足 所以今天我们有贪生吃 一个领导者脾气大 保证他底下的人脾气也大 什么时候底下的人 变脾气大 下属都不知道 因为那是潜移末况 所以我们要 互念好自己的修行 也要互念好 身边有缘人的修行 但是前提是先互念好 自己的学问道德 自己能度 才能度他人 因为在这个时代 确实认同传统文化的人 都很善良 但善良不一定能成就长远的 工业 一定是理智 智慧才行 所以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文化教育事业 是百年的事业 绝对不是一时激动 一时情感很浓 能够做得好的 都要回归到格务 回归到修身 这个根杖来做 其实孟子也讲到 其尽锐者 其退束 为什么尽得越勇猛的人 他反而退步得越快 或者是不干了 永远都不想再做这件事了 为什么一开始这么样的积极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在敬锐的时候 他是激动的 他是感情的 就好像爱一个人 爱得死去后来了 很可能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是恨一个人 恨得牙痒痒 情感就是这样 情感是不可靠的 很会变化 那比方 可能就有这个情况 一般的大众 听了传统文化 非常激动 哇 这个东西太好了 他就很积极 参与活动 结果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 因为他情感很强烈 其实人情感很强烈的时候 同时他也很有需求的 他很有需求 他希望怎么样 他很渴望 比方说 一个年轻的女子 当他感情没有依托的时候 他会很希望 赶快找一个人嫁来 对这个男子 期望高不高 非常的高 可是当他真正嫁给他以后 看到他种种不适 又不能够包容 哇 那他会 情绪会非常非常的强烈 所以弘扬文化 它是一种使命 它是一种理智 我们要不断地加深 每一个人 对这些经典 圣贤教会的认知 绝不可单凭情感 要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 熏习就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为了要做好事 学习的时间都耽搁掉了 而且学习还得持续学 一天不学 情感烦恼就上来了 这个都是客观状况 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 我们现在一天不听经 不明理 烦恼就上来了 这个都不能侥幸的 我们没有顾及到这些客观状况了 忽略了大家每天熏习的这个重要性 结果通通陷在事物里面 身心俱疲 又没有足够的理智 一下子所有情绪涌上来 到时候你要劝他都劝不动 他就非常误解的 非常不能忍受的离开我们的团队 当初来他也是非常认同 所以我们走在弘扬传统化的路上 要护好自己 也要护好来到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们今天讲兄弟 来的都是兄弟 绝不愿意他带着误解 带着情绪 而否定的传统文化 所以这个互念就很重要了 好 因为我们在弘扬文化的过程当中 也要对照经典来做事情 叫稳扎稳打 循序渐进 欲数则不打 我们都想要很快的时间 影响很多的人 而忽略了可能跟在我们身边最久的人 他生烦恼 跟在我们身边最久的人 他有执着了 他产生情直了 而不是越来越发行 而不是越来越有智慧 近处不能感动 未有能及原则 可是我们可能会在鲜花 在掌声当中 觉得我做了很多的好事 这些都是 可能我们在弘扬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的状况 所以 稳扎稳打 时时回到这个物本上来 很不容易 而且要认知得很深刻 才能这么做 因为我们平心而论 大家都是善心来弘扬文化 但是很多的地方 一开始弘扬的人 三年五年过去了 这些人还剩下多少 我们可能觉得 倒了一批 还有一批来 但是倒了一批 为什么还有一批来 那一批来 是祖宗的福报 是经典的魅力 不是我们的德行 可是那批倒下去的人 谁负责 他们对传统文化认知错了 丧失信心了 谁负责 这个都是我们要值得思考的事情 而为什么会倒了一批 又来一批 倒了一批来一批 因为大家 酒汉逢甘霖 觉得这个经典太重要了 这个经典是真实的智慧 可是假如我们自己 没有真正做出经典的教诲 那真是来一批倒一批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觉得 我在当地做了很多事 很多人都接受了 那我们就是已经被这一些虚幻的掌声 肯定迷惑了 迷惑到身边的人执着了 身边的人烦恼了 我们视而不见 都要等到出状况 甚至于当他出状况的时候 我们还觉得 这些人没善根 还不是反省我们自己了 还是指责这些人 那我们本来是来做好事的 可是很可能 反而造成了传统文化的障碍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不是我们拿着一本经典就能红道 是我们要做人做事 尤其做事也要依据经典来做 欲数则不打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其实就是这个旧 旧有的做人做事习惯 还没剔除以前 很可能我们在做传统文化 还是照以前的习气在做 急于看到成果 急于求成 来不得半点虚的功夫 这个时候又不能要求 每个人能有这么高的关照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善有为意 依重靠重 一定要团体集思广 可是这个就是要带头的人 一定要能广纳亚言 多方的情况都要了解 才能够调整好步伐 稳健的去做 而带头者最忌讳的傲慢 这一傲慢 人家就不敢提意见 而且带头者 我们自己要很冷静 我们自己也在学 我们自己习气去掉多少 分别去掉多少 这个我们可要客观 比方说带头的人 看到哪个做错了 不高兴了 骂他骂半个小时 还觉得自己在为他好 那这半个小时骂完 请问这个团队 人心失掉多少 骂的人自己知不知道 想祖宗的福报 自己在发脾气了 都还觉得在娇人 我怎么讲得有点心虚的感觉 我现在是不是在骂你 假如你们觉得好像很难过 私底下给我讲一下 我好好改进改进 所以这个都是不能自欺的 你是发脾气 还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在护念人 人家可以感受得到的 别人给我们反应了 你这样太凶了 这个时代不这么凶不行啊 我们还给自己台阶下来 所以刚好礼拜六下午 我们讲到 借兄子 言敦书 里面讲到言语的修养 我们这几天呢 或者早的时间呢 我们把后段的言语修养 再跟大家交流一下 现在这个时代 大家都没有根基 你一下子骂人脾气很大 没几个人受得了 那个还是顺着自己的习性 君子信而后见 人家信任你 你才能劝谨他 而且见还要归过于失事 这好几个条件 都考虑不到的时候 通通通都是顺着自己 不高兴啦 好为人师啦 傲慢啦 所以今天假如团体的人都流失的时候 一个领导者一定要精神 或者是人来了 根本根基都没牢 你就让他上战场了 这个都不妥当 你让他上战场了 他挡不住了 可能就阵亡了 他抵不了那些压力 抵不了那些境界 烦恼转不过来就阵亡了 可是为什么一个人没有根基 我们就把他派出去了 还不是为了求款 还不是为了人家的赞叹 哇 找你要人最好啦 都给我啦 这论语里面有标准啊 指路找他的同学去当官 孔子说 你要害死人家的孩子 指路说 他不就边做官边学习就好了吗 又不是只有在书本里面 才能够学到东西 有没有道理 很有道理 告诉大家 学传统文化学两年学三年的 个个都变才无碍了 可是谁在思考事情 都是设身处地 为当事人着想 为整个大局着想 能有这样的思维 才能够给人家见眼啊 都是我觉得怎样对 卡就要套在人家的身上 都是脑海众生啊 因才施教 你要关机 关人家的接受度 当你给人家的见言 我都是照经典给他讲的 讲完之后 人家当天晚上 在棉被里哭了一碗 你知道吗 教人以善物过高啊 当使其可从啊 你看言语当中啊 都是柔软啊 都是设身处地啊 当我们还没有 这个心境的时候 真的我们少说些话 言多必失 还没有调到这种 设身处地跟柔软啊 说话不伤人 说话不让人生烦恼 真的不大可能 你看我们刚刚讲的条件 他得要信任你 那信任都还没见 那你啪啪啪 话全出去了 然后还得归过于私事 大家是成人的 你要给人留面子 旁边还有两三个人 啪 你知道你做这个 多重的罪业吗 以后还得下地狱 你知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到底谁下地狱啊 你讲的让人家都 丧失信心的 谁下地狱啊 所以有两个人 一个是公车司机啊 一个是学校教经典的老师 两个人呢 去世了 结果到了阴间 判官就说了 这个司机升天堂 这个老师下地狱 这个老师愤愤不平 我教书的 他开车的 为什么升天堂 结果判官跟他讲了 这个开车的 开车开得非常快 所以坐在他车上的人呢 不是念阿门 就是念阿弥陀佛 所以他成就太多的人 提起这些 各个宗教圣人的教 你每天教经典啊 通通讲的那些人家受用不了 全在底下打瞌睡 都不想学了 然后你的心里还在那里 骂每一个人 真是如此不可教掩 心里面都是惩恨心 所以你堵地 所以这个修啊 都不能看样子了 所以话又说回来了 这个旧字啊 就是你今天学经典 它是几千年传承下来 你在跟人讲课的时候 都是照汉朝的注解 在那里讲给人家听 这不就守旧吗 学问是活的 开解的时候 都是要能观察 现在人的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的状况 而设身处地的去引导 你守旧还是很难利益人 所以这个旧字啊 就有很多的意境在里面 我们有没有打破我们学习的惯性 不是只有记忆 不是硬筛 而是用心去顶手 甚至于不是只有守着 我觉得我挺不错的 人一觉得不错 他就上不去了 不可知少为主啊 要苟日心 日日心 幼日心啊 好 所以我们从这个心物的重要呢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这三句话 真的以父母之心为心呢 你起心动念呢 都觉得能体恤 我母亲我父亲 怎么看这件事情 那绝对啊 不可能不友爱自己的兄弟姐 会体会到 只要我们兄弟有什么不愉快的 是妈妈心上就有一块大石头 他怎么可能会做出 让父母这么担忧的事情 而且甚至于啊 不只是有爱兄弟 他还知道同气连之啊 那是连到孙子啊 连到真孙啊 连到堂兄弟表兄弟啊 所以很多的孝子啊 在父母过世之后 对他的兄姐 像父母一样对待 对他的弟弟 对他的晚辈 尽心尽力地走 这才是真孝的人啊 因为他觉得 父母在天之灵啊 一定很挂念他们 我一定要让父母安心 所以真正体会到父母的心 祖宗的心 这个心地啊 非常的柔软细腻 细心 体贴被子 好 所以这里讲了 以祖宗之心为心 天下无不知之主人 我们一起去了 马六甲 我没去了 就是我也去了 这句话有好几个意思 第一个 我的心跟你们去了 修行人重实质 不重行事 第二个呢 我以前真的去过了 当我们走进万幸祖先 纪念堂 我们在读这一句话了 就是以万幸祖先之心 为自己的心 这个时候就胸怀 整个民族的心酸 当人不让 舍我 其谁 所以 当我们在看到 社会发生的种种情况 我们就不会觉得 似而不见 莫不关心 而且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 是确确实实 受万幸祖先的恩责 我们看一本弟子规 多少祖先的风范 一本德语古剑 哪一个姓氏的祖先 没含塞在里面 是啊 我们都受了他们的风范 他们的教诲 我们读东则温 夏则姓 谁的祖宗 黄香 是不是 对啊 我们要报恩 所以下一个月 我们要去黄世宗祠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学习 最好的榜样是 颜回夫子 所以我们上一次 也是颜世公会 分享学习 这些都有恩德 成则醒 婚则定 周文王 就是这么样对待 王继 他的父亲 武王也是这么对待 文王的 亲所好 立位聚 哪一个圣贤人 这个你们不能不知道 蔡顺 因为我刚好跟他同姓 亲所好立位聚 把那个田的三圣都留给 母亲 亲友吉 药仙长 昼夜市 不离床 谁做到的 汉文帝 那刘迦的后代 都是这些祖宗风范 给我们学习 我们怎么可以不念恩德 那范功 我们也受他的教诲 所以我们这整个民主 是融在一起 我们重视文化 重视历史 重视尊重圣贤 紧紧地把我们这个民主 融合在一起 所以在大陆是56个民主 共存共共 就是有不忘祖先恩德 这样的孝师 所以叫圣中尊元 明德归后 好 在以天地之心为心 我们效法天地 滋养万物 扩宽心量 就像天地一样无事 天下无不爱 真明物 好 所以 假如我们是用心领受这一句话 当下我们的心量就扩宽了 我们假如越学越觉得 基督心上来了 看这个也不顺眼 看那个也不顺眼 越学心胸越小 越学越有自己的执着点 所以什么是真功夫 执着越来越少 分别越来越淡 叫真功夫 不是他一天读经读十个小时 叫真功夫 今天一个人读十小时 还要给别人知道 他铁定没有真功夫 他就怕别人不知道 他精进 一个人想让别人知道 他精进 他已经是什么心了 明文立养的心了 真的读 每天读十遍的人 会越读越觉得 自己有哪里 不对啊 缺点都被经典造出来了 他怎么可能去标榜自己经济 所以人贵在不自欺 能关照到自己的念头 是觉还是迷惑 是无私的心 还是情感太重 是为大局着想 还是只为自己考虑 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观照的心态 所以我们每天读大学 所谓五至七 很重要 所以讲到这个同气廉知 就是让我们实时以父母祖宗的心 来对待兄弟跟家人 而且是不分彼此 所以在德语故事当中 张论无私 他们是八代同堂 而这个无私当中表现在财产不分家 这些妇女 纺织出来的东西 统统放到一个仓库里面去 有家族的长辈来管 大家想一想 这样好不好 很团结 不分别 今天假如 谁值得多 都是他的 然后他就觉得我很厉害 那个值得少的 你很差劲 这个人心上的一个 互相之间的变化 可能就会不好 做得多的 私心就越来越重 又瞧不起做得少 人心可能就开始不平 不计较 全部放在那里 这个时候做得多的人 都是以家族为重 他没有事情 做得少的人会想 人家做多都这么不计较 那我少做了 哎呀不行了 这样对不起 都是用无私的付出 去感动人的上尽心 跟羞耻心 谁愿意不如人 都有羞耻心 包含 连孩子都不分别 张润家里 这些媳妇们 走离之间 哪一个小孩哭了 谁先听到 谁就哭 你看那种心静 还是谁先哭了 那不是我儿子 算了算了 哭死算了 那就没爱心了 还是还跑跑跑 有时候可能找人 还要找半天 刚好没找到 哭得都没力气了 是不是 嗜同己出 不分彼此 哪有考虑这么复杂 抱起来就为了 他们家的孩子 小的时候还分不清楚 哪个是妈妈 分不清楚 好啊 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烦恼 就是分得太清楚了 太分别 太执着了 好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这一个句子啊 我们再来把它举一反三 不分别它 我们今天假如是 一个公司的领导 是下属 那我们读一读 以老板之心为心 天下无不有之同仁 是不是 以师父之心为心 天下无不有之同修 但是大家看 真的有事的时候 你是你那边 我是我这边 那请问师父什么感受 哎呀 讲半天都不听 我还是离开吧 好 善知识离开的 谁的罪过 我们的罪过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这个执着的罪过 计较分别的罪过 心胸不当 真正的善知识 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以天下为己任的地方 才留得住他 他又不是去跟我们一起搞明文立养 这个善知识是我的 越有这个念头 越有这个念头 越留不住 都是用感情去留住 哎呀 给你好吃的 给你好喝的 当然人家给你好吃好喝 你也不要嫌弃人家 我是说 不可以 都是这样的心境要去留 更重要的是 要念念为大众着想 才是真正留住善知识 当然一开始去的时候 人家自成招呼你 那是礼貌 假如每天都要好吃好穿的 一来 这个讲课的人也受不了 哪有这么高的功夫 八风吹不动 是吧 今天去了哪一个地方 每天吃好的 一回来马来西亚就吃不下了 那是谈左了 就很难讲了 听说 现在还有邀请一些老师去讲课 都得要先商量 要送他们哪些东西 这个风气一起来 讲课的人一个一个都倒下去 事自于道 一个读书人自于道 而此恶依恶使者 不足于一眼 一个人说要修大道 不喜欢穿便宜的衣服 不喜欢吃简单的食物 这个人连修道都谈不上 所以李炳南是工 以前派学生出去讲课 连水都是自己带 不给人家添麻烦 为什么 是听众在成就我们的学习 我们得感恩他 不然我们怎么进步 我们自己根性都还不老 习记都还很多 我们讲两堂课了就觉得 我是在教他们了 他们应该给我什么了 那是来一个倒一个 来十二个倒一双 所以得互念好自己 也得互念好这些讲学的人 当然顾及人情 有时候人家当地的 他自己做的什么 他很诚心 他又不花什么钱 这个时候实在是推不掉了 你把他的心意收下来 可是他额外的得去买什么 贵重的东西给你 是万万不能收啊 所以一传出去了 上次还得买什么买什么 一传开来了 你看 多少根基不老的人听到这个 以后哪个老师站上去了 他心里还在想 这一次不知道是收了手表 还是收了什么东西 那你说听课还能听进去 所以这一些 我们都要敏锐 他的流避的问题 好 所以我们再看到这里 以领导的心 以师父的心为心 我们以后领导每一句经句 都能够用 君臣关系 父子关系 师生关系 去感悟 真的可以达到 举一反三的效果 每一句 都可以用在企业 用在家庭 用在学问 用在学校里面 这个就是要用心去悟 我们看 以 这个 祖宗 之心 为心 那这里再推上去 以祖师之心 为心 那心胸 就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不管扮演哪个角色 都能以天地的无师来做 君轻师 这个时候你在各行各业 都能够期许自己 去利益天下的人 因为你在经营这个行业当中 并没有忘记天地的无师 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家 我们的学长 他们自己的企业 就已经很多向社会大众 办过几十期的幸福人生讲座 几千上万的人受益 那些人又没有买他的产品 是不是 天地之心 去做 也不能做了一个事业的 就被这一个格局给框住了 富潮之下 完软了 社会真正出状况了 我们的家庭能好吗 我们的财富还能继续保持吗 好 所以这个张论他们家 只要小孩哭了 父女很自然地就抱起来哺乳了 不分彼此 所以联知各自容 这个各自容 只要哪个兄弟姐妹有需要 联知了 一起去支援他 帮助他 甚至于是不用开口 体会到了 看到了 马上就去帮助 而且这个联知啊 可以连命都不计较 我们研究德育故事里 照效 照理 雨滚 示意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全部都赶到瘟疫了 他两个哥哥都死了 又有一个恶哥染上病了 所有的家族全部都要去避难 结果他说 结果他说我要留下来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二哥去世 结果他的婆婆 叔叔父母都劝他 他说你们不要担心 我天生不怕瘟疫 他没办法硬拉拉不动 就让他留下来 自成如神 一百多天之后 瘟疫退了 一回来 两个兄弟 他哥哥恢复健康了 两个兄弟 没事了 所以真的这种自成的 亲爱 是很有力量的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每天为两个死去的哥哥 调上 很难过 所以真的是 似死者 如似神的心境 些些言语 莫伤情 那会伤情呢 真的 就像弟子龟讲的 言语忍 分之 财物轻 愿和神 些些言语 莫伤情 些些钱财 莫伤情 所以 劝导兄弟 这个还要 这个还要 懂得 柔软 所以 第一集的T里面 最后一个故事 陈世恩 世恩夜市 等着他弟弟回来 一开始 他的弟弟算是比较游手 耗闲 都到很晚才回来 他的哥哥就受不了了 就骂他这个小弟 结果越骂呢 反而 这个弟弟 越不高兴 所以 世恩呢 就 给他 哥哥讲 哥哥 你这生气 伤得深 虽然你为他好 爱 别伤身体 大哥我来 劝劝他 你可不能跟大哥讲 你这样不行了 我来了 还是要 虽然 大哥的方式 可能不是很妥当 但是也要 先肯定一下 大哥还是为弟弟 好 你别伤身了 我来 我来劝劝他 从那一天 陈世恩呢 就守在门口 等他弟弟 也不知道 等了多久 他弟弟回来 一看 我哥 在门口等我 冬天 天气也冷了 所以可能一看到了 不好意思了 赶紧进来 哥哥把门关好 安抚一下弟弟 弟弟 你穿这么少 忍不忍了 本来他可能是想 哎哟又要被骂一顿 突然是这么样 关怀的言语 心就比较安定下来 接着 你一定肚子饿了 你嫂子呢 赶紧了 让他给你煮碗 热面 吃一吃 暖暖身 也比较好睡 第二天 第二天还站在那里等他弟弟 就这样 站了好几天 他的弟弟不敢再挽回来 总不能这么样一天一天的糟蹋 他哥哥的这一份兄弟之情 后来就 因为啊 只要让弟弟感觉到 哥哥对他是 尽心尽力的爱护 一个人就有羞耻心了 一个人就有啊 向上提升自己 改过的心 有爱就有力量 我们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 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啊 比方有一个老师 特别爱护我们 信任我们 比方那个自然科老师 爱护我 我们的成绩啊 在自然科方面一定会比较好 是吧 他就觉得不能招他人 这个老师对我们的爱护啊 有爱就有动力了 所以我们给予兄弟亲人 是给他爱护 绝对不能啊 是言语的 谩骂指责 可能会适得其凡 尤其大人啊 都耗面子了 你得留面子给他 包含钱财啊 不要伤情 让 在剃道里面一开始 泰国让国 连国家都能让的 还有什么不能让 但很微妙哦 泰国让国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他把国让出去了 该是他的国 还有 所以泰国重拥到了 江苏浙江一带 照样做国王 有德 只有人啊 有人 只有土 有土 只有财 有财 只有用 一来他有德 会感召 二来 命里有时 终须有啊 让了该你的还是你的啦 礼得 心安 不要去计较 好 所以像 第一册里面也知道 五代十国的时候 张四玄 他有七个 堂弟 堂兄弟 他父母都去世了 他的 叔叔 有七个男孩了 而他的叔叔啊 因为他已经长大了 他就跟 张四玄讲 我把财产 分成两份 一份呢 是你父亲的 一份是我的 所以这一份要给你 结果张四玄说 不可以这个样子 应该分成八份 兄弟都 一样的 他叔叔坚持 不可以这样 他就更坚持 大家想一想 他七个兄弟 了解到这件事情 对他 这一个堂兄弟 什么感受啊 佩服他 财务亲 整个家族 反而更团结 结果后来 他去考试 遇到呢 很会看相的人 看到他 年纪轻轻啊 二十岁上下 居然 一看就是 积了很厚的 应得的相 就很好奇 后来了解 原来 清财务 他当年呢 就考上进士了 所以这个 歇歇言语 莫伤情 不要计较 不要 情绪化 一回相见 一回老 能得 几时 为弟兄 这个感受啊 人 二三十岁以后 特别深刻 可能兄弟姐妹 一年 见个两次 见个五次 不多啊 每一次见 可能都几个月过去了 都会觉得 哥 你怎么有白头发 哥 你最近好像 比较累 很明显的会看到 岁月 不劳人 一回相见 一回老 要珍惜啊 兄弟的 这个 缘分 这份 亲情 所以唐朝 李姬 他是开国元勋 他本来姓徐 双人徐 后来因为功劳大呢 唐太宗封给他国姓 李世民 先生封给他李姓 所以才叫李姬 有一天 他年龄也大 他是老人 他的姐姐生病 他回去看望 刚好 他看到姐姐病了 就希望自己给姐姐煮粥吃 一大把年纪 那胡须都很长 就在那山峰点火 煮粥 结果那个火是 风太大了 把那个火吹过来了 就把他的胡子给烧了 他姐姐一了解这个情况 你那么大年纪了 何苦啊 而且他是 他是开国元勋 家里应该是很有福报的 这么多仆人 你找他们去做就好了 你又干嘛自己动手 李姬讲的 你年纪大了 我年纪也大了 小时候都是你照顾我 我都想珍惜时光 能够帮你多做些事 我心里在安 都孝敬姐姐一下 真的这个哥哥姐姐 对弟弟妹妹 都是非常爱护 我自己在念大学的时候 吃中药 那中药要熬啊 可是我住在学生宿舍 你一熬中药 就整个锣都被你熬掉了 都是那个味道了 不好意思 结果我姐姐住在校外 他就帮我熬 每天还得端两次来 那一熬可能就要一个小时左右啊 熬好了 端了从大老远走进校门 结果宿舍都是在校门围墙边 都走很远了 走来了 我姐姐都在窗外 因为女兵止步啊 得在那个窗外呢 敲窗户 然后我就看我姐 因为听不到她的声音嘛 叫我吃药了 赶紧跑出去 说实在的 不是那个药很有效 什么很有效 你是姐姐的那个 这么细腻的爱护啊 同时喝下去了 所以这个药有没有效 其实是看有没有加持 有没有这个爱心的 这个护念 这个是科学的 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 善的意念 那个水的结晶都特别好 所以这一句啊 我们体会体会 一回相见一回老 能得几时为弟兄 所以这个就是在 兄弟姐妹相处当中 时时感激对方 对我们生命的付出 时时想着报恩 弟子会讲的 恩欲报 愿欲亡 每一句当中啊 都是兄弟相处 最自情自爱的表现 这些心境我们都提起来了 那不可能兄弟相处 所以弟兄同居 忍便安 住在一起啊 难免有一些摩擦正常 这个舌头 牙齿有时候都会咬到舌头 所以当有一些摩擦 或者是误解的时候 要懂得忍下来 忍得忍一时啊 风平浪静 退一步 海阔天空 所以 这个唐朝高宗啊 皇帝 听说 这个张公义家里啊 已经九代同堂 九世同堂 人口很大 很多 相处得很好 这皇帝心里想 我可能 家里啊 这些 孩子啊 清除啊 常常 处得不是很融洽 赶紧呢 去请俏请俏 这个张公啊 就到他们家去了 问他 你是怎么带领你整个家族 这么和乐 结果 张公义先生 就在纸上啊 写了一百个字 就送给了 乘上去给皇帝看 皇帝是问他 家里怎么经营好啊 假如吵架了 怎么办 一看 这一百个字 全部都是忍 所以一步高兴了 忍 他们实在很过分 怎么办 忍 我是在忍不住了 怎么办 忍 一个人能念一百次忍 我看脾气也没了 可能到第十次的时候 自己都哈哈笑了 为什么 终于知道一个事实 脾气也是假的 是否 所以我们彼此有默契了 看到有人发脾气了 马上过去 你心不安吗 哪来 我帮你安 可能生气就变成笑了 生气是假的 知道它是假的 你就不会被它控制 我们已经有好几个 锦囊妙记了 是吧 有一个是 哪来啊 哪来啊 一个是 忍 白忍 忍便安 而且还不只是忍住脾气 有时候是忍住被误解 为大局作下 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你 把你骂得狗血灵头 你都还忍不吃饿不悦 这个是功夫 一般的人看事都看得短浅 你包含我们现在 真正用正确的方法教孩子 你的亲朋好友就骂你 哪有人像你这样子凶的 这么严的 虐待孩子 会不会 还不给他吃麦当劳 真是活在地狱 他不了解了 都觉得你不对 那你也得忍得住 所以晋朝时候 有个读书人叫赵燕霄 他的哥哥叫赵燕云 他主上有一些基业传下来 结果他的哥哥比较挥霍 游手好闲 父亲去世以后 可能情况又更严重 所以有一天他就提出来 这哥哥 我们还是分财产 那他也是读书人 财务清 运河生 他主动提出来 跟他哥哥分财产 对不对 对不对 不能在向上看 每一个京剧都有通权答辩 不然我们会死在京剧下面 其实不难 为大局想 为对方真正的好着想 就会全变 结果后来分得惨了 他的哥哥没多久 财产全部败光 甚至于已经都被人家逼在 在逃了 弟弟跟弟媳妇知道这个情况 赶紧把他哥哥跟嫂嫂找回来 当天一起吃了一顿饭 接着就跟哥哥讲 说我们祖上传了这么久的基业 我实在觉得我们有责任 要把它护好 所以之前跟哥哥分产 是我觉得我也要得把 祖宗这个产护好 所以这个产现在还在 说完 把当时候分家产的文书资料 当场就把它烧了 然后把手边积下来的钱拿出来 哥哥你把这个钱先拿去 还在你 这些财产以后就由哥哥跟嫂嫂来管 我们去感受一下 这个哥哥把自己的主产都败光了 人有良心 他也觉得很惭愧 可是弟弟跟弟媳妇不计前嫌 还让他们来管这个家 从此又住在一个屋檐下 惭愧心醒 唤醒了 哥哥就改过了 而且我感觉不止他不容易 他的太太也实在是太不容易 一个圣贤人的背后 一定是有好妈妈好太太 扶持 成就 祝福成德 成就他的德行 后来 他跟他的孩子都考上禁锁 得后 所以这个忍当中 还有要为大局而忍 可能他分的财产 他哥哥还是谁都骂他 但是日久 见人心 所以莫应豪莫起争端 所以不起争端 真的要忍得住脾气 忍得住指责 忍得住别人的残言 忍住指责不容易 他不对 他不对 我们要忍得住去批评别人 真的是不对 我们一起研究过的 谬同志抓 他不止不指责别人 我读圣贤书的 还不能团结我的家 我实在是太惭愧了 自己打自己的脸 后来弟弟弟媳妇 都跪下来忏悔 这是很好的榜样 诸位学长 我们回去关起来 打嘴巴好不好 你打嘴巴 打到全部肿起来 他们怎么还不跪下来 假如是这样的心境 保证人家不会过来 反而在旁边 早该打啦 所以我们假如 学圣贤人的动作一学 怎么差这么多 这个叫看事情 只看到一个点 没有看到整个面 就学样子而已 今天谬同 他不是这一次反省自己 他是长久以来 跟兄弟 跟这些弟父 都是用德行感化他们的 内心里面 他们还是很佩服这个大哥的 刚好遇到一个情境 他们的贪心都起来了 这个时候又是发自内心的自我忏悔 他们当然感动了 假如我们以前都是跟兄弟计较来计较去了 然后一回去马上就要 让他们跪下来忏悔 打打打 可能效果就不是这样 是吧 所以任何时候都是要用真诚的心 无求的心去做 不要做了都要求别人 要他怎么都没变 他怎么都没改 夹杂这些东西都不是真诚 包含能忍得住残言 文灿巨见 他的哥哥吃他的用他的 喝他的 结果喝醉了回来 还打他一顿 旁边的邻居都看不下去了 要来找他哥哥理论了 他一看到人家过来 赶紧冲出去 你们不要离间我兄弟的感情 我不好 我哥哥没有不对 当下那些邻居听了都佩服他 哪有这么善良 这么自成的弟弟 而这个话一次两次 透过邻居又传到他哥哥的耳里面 哥哥是什么感受 那邻居相当说 哎呀 这个老周啊 这个天底下 你去哪里找这个弟弟啊 一心一意为你 被你打了 还站在你这边呢 你去哪找 讲几次了 人的良心就欢喜 假如哥哥跟我们 有什么不愉快都记在心里 突然那个邻居要来找你哥哥理论了 你在旁边 赶快来赶快来 好好骂骂我哥哥 是吧 那骂一骂你哥哥一定有什么了不起 就你好我不好 那就可能就可能就更糟糕了 好 所以眼前生子又兄弟 流云儿孙女 作样感 真正当长辈 时时要以一言一行 启发后辈 启发晚辈才对 甚至于是启发身边的亲朋好友 流云儿 子孙作样感 所以陈访白犬 陈家十三代同塔 家里很和睦 吃饭的时候 都是全家到了才吃饭 结果后来他们家的狗 养了快一百只 就一犬不治 群犬不死 人的德行能感动到 人狗的效法 不简单 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个故事 人家连狗都能感动 我们连人都感动不了 惭愧心是信德 所以另外这个女子也很不简单 有一户人家 张梦仁 张仲义 取这个名字多好 可见他们祖上就是仲人义 娶张梦仁 张仲义 这个梦就是大的 仲是老二 娶了两个 媳妇是 郑妙安 徐妙元 你看这个名字多好 这个女人又可以让她安 又可以让她圆满 就嫁过来之后 这个郑算是老大的太太 郑氏呢 家里穷 徐氏家里富有 可是他们呢 像姐妹一样 这个徐氏呢 绝不以有钱傲慢 郑氏也不以 没钱 惨媚 自卑 这都很难得了 结果 他们呢 有什么东西呢 都给婆婆去管 纺织的东西啊 都放在一起 不计较 从自己婆家拿回来 好东西都是全家一起吃 一起分 然后 这个郑氏回娘家去了 徐氏就帮她普鲁 徐氏回去了 郑氏就帮她普鲁 结果后来啊 他们家的母猫啊 被偷走了 刚好有那个 猫儿子啊 猫宝宝 没有人养 结果他们家的狗啊 就去给这个猫 儿子扑鲁 真是不简单啊 自成如神啊 感通啊 所以后来这个高臣知道了 朝廷知道了 封给他 郑徐恶男 后来我想想 这个恶男 应该一来是指 他们两个做的实在是太难得了 是吧 恶男 另外呢 这个恶男是 一来是他们两个很难得 再来是那只狗 跟那个猫也很难得 能做到这样了 感通了 所以我们从 这一首法召禅师的教诲啊 感受到 兄弟的情感对待 好 那 我们 下一节啊 再跟大家 明天啊 再跟大家来谈 君臣 关系 朋友关系 还有朋友关系 其他的两轮 家里面的三轮呢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那下一节课 有时间呢 再跟大家谈 回答完一些问题之后呢 我们再来谈说话的 这个智慧 休养 谢谢大家 明天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人和家和万事性 人与人团结和睦 就能够把家 把社会 把团体都治理好 那家要和 那就要 人懂得伦理 懂得本分 懂得付出 懂得互相关怀 互相照顾 就能够能够能够有任何了 所以我们 这一次的课程 跟大家交流的 是学习的心态 以及学习最重要的 五个内容 就是五轮的关系 人无 轮外之人 学无 轮外之学 学问就在 能够把 人与人的关系 除好 这个是学问的 所以前面三个轮场 我们提到 夫妻 父子 兄弟 这个是在家庭里面 人与人的关系 再往 社会延伸 另外两个轮场 是君臣关系 跟朋友关系 但是这两个关系 跟家庭里面的 轮场关系 它是息息相关 因为 父子关系处得好 君子之 是倾孝 故忠可 宜于君 忠诚出于 孝子之门 所以事实上 整个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 都离不开 家庭的轮场 都是家庭的 一种情感 一种心境 很自然地 转移到整个大社会 整个大社会 也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所以我们到学校去 叫师兄弟 教书的人叫师父 到各行各业去 学每一个技能 也是要拜师 一起学的 也都是师兄弟 一直于求道之人 不管是哪一个宗教的 都是与姐妹 师兄弟 相称 但问题来了 他假如在家里 就不孝父母 不友爱兄弟 那他根本就没有 做人的基础了 所以我们首先 先讲家庭的三个轮场 因为少臣若天性 习惯成智 他对人的态度 一定是从对自己 最亲的人开始扎根的 所以社会的安定 绝对离不开 家庭的教育 所以三字经才提醒我们 养不教 父子过 父母有责任 要把这些做人的道理 交给孩子 所以在父子关系 延伸到社会 是君臣关系 兄弟关系 延伸到社会 是朋友关系 所以才有 经句叫四海之内 皆兄弟 但是林哲徐先生也说到 兄弟不和 交友无义 一个人连兄弟都不和睦了 这个人已经失去 有爱恭敬的心了 他纵使有朋友 那都是表面文章而已 不是真诚的 好 所以我们今天 跟大家先交流 君臣关系 我们常说 君父 在古代 君 他可以指的是皇帝 一国之君 他就好像 这个国家的父亲一样 要用父母的心 来爱护子民 皇帝如此 底下的官员 与效法 所以不管他是 哪一个层级的官员 都称为 父母官 他以父母的心 对人民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所以很多 好官 当他要离开 他这里的地方的时候 哇 那老百姓夹到啊 流着泪啊 哎呀 大人 您走了 我们好 惋惜啊 不希望他走 甚至于这个好官 当他这一生 生命结束的时候 全国人民啊 都如上考彼啊 就像使了自己的父母 一样的 伤心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老百姓 对官员 那一份期许 那一份 依靠 从公司的角度 员工啊 他忠诚地在一个公司里面 他也是希望 领导 带领他走上幸福 美满的人生 在经济上的 一种 支持 以至在思想上的 引导 其实下属啊 都很期望 他的领导人 是有德行的 是有担当的 再延伸到我们 推展传统化的 单位 不管是负责 教学的 老师 还是负责 行政工作的 领导者 社会大众啊 对我们 也是有很大的 期许啊 希望 在我们的 引导之下 带领之下 他们能有 真实的 学问 真实的 智慧 所以 我们在接受 下属的恭敬 接受 人民的恭敬 接受 学习 传统文化人的 恭敬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到 认重 道远 人家越信任我们 我们是越 成皇 成宏 所以真实说 是不可以 不宏义 认重 而道远 所以 团体里面的 领导者 对于团体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所谓 上行 下效 一家人 一国 新人 一家让 一国 一人 贪力 我们从这一句话 感觉到 一个领导者 对团体 一个官员 对社会的影响 非常的大 好 所以我们 首先呢 来一起研讨 一个领导者 他应该 应该具备 怎么样的人格特质 怎么样的修养 他有了真实的德行 才能够带领好 老百姓 带领好 他的员工 好 在中庸当中 有一段 非常精辟的经文 说到呢 凡为天下国家 有九经 就是治理天下国家 有九个不变的原理原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九经的第一 约修身也 约尊贤也 约亲亲也 约敬大臣也 约体群臣也 约子树民也 约来百公也 约柔远人 约怀诸侯也 我们看这个赤地 就很清楚 一个领导者呢 他首先呢 自己要有修养 修身 摆在第一位 这都是根本的问题 今天没有这个修身的基础 哪怕他有很多好的层次 他也留不住 有得慈 有仁 才能留得住 好 第二个呢 是尊贤 尊重 有智慧的人 我们看每一个朝代 开国要兴盛的 都是因为有尊贤 我们看 商汤用伊饮 文王用江泰公 大顺用高摇 都是尊重贤德 因为有贤德的人 在了 方以类聚 物与群分 跟他一样 对国家 对社会 有使命感的人 都能够遭感 但是假如没有尊贤 用了一个 魏忠贤 会怎么样 魏忠贤 你们不认识啊 明朝的九千岁啊 一个太监啊 皇帝是万岁啊 他字号九千岁了 真是荒唐 是吧 可是你看呢 就一个人在那里 获国殃民 整个国家就 基本上是毁掉了 你尊贤 重要了 你假如没尊贤 反而用了 坏人 小人 就完蛋了 所以之前 也跟大家提到 亲贤臣 怨小人 此先汉之所以 心容也 亲小人 怨贤臣 此后汉之所以 亲腿也 这是一个 兴衰的关键 摆在第二位 可是说实在的 没有修身呢 他就不可能尊贤了 再来呢 你领导人 要以身作则 所以他必须要 表演出 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 他是一个 很好的 家庭榜样 那底下的人 效法他 今天假如 一个企业的领导者 都对家庭不负责任 每天在外面 喝得烂醉 还在这个 灯红酒绿的地方 糜烂 你说他底下的 员工能带得好吗 不可能啊 那就跟着他 堕落了 好 所以 对员工啊 很重要的 一个贡献呢 就是领导者呢 真正呢 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让员工啊 不止在工作上面 效法里 还在他的家庭 还在他的人生观当中啊 能受到我们的影响 那这样的领导者啊 心胸就非常宽大了 他不是把员工当作一个赚钱的工具而已 他是把他当亲人一样爱护 在工作当中 引导他 提升他 在家庭生活当中啊 给他做好的示范 所以就像校经里面说的 凯替君子啊 明知父母啊 这个领导者真的就像父母一样的 在爱护底下的人 南京李牧松总裁 分离社的总裁 他自己安排员工啊 礼拜六礼拜天呢 到卢江参加课程 而且是他自己亲自开车 载着员工来参与课程 后来我们了解到呢 为什么他亲自开车呢 因为他想到 这个开车的同仁 他也需要休息 他也有家庭 他体恤被自我 他亲自开车 他已经快七十岁的人了 不过呢 他看起来很年轻 看起来像六十岁而已的 都快七十岁的 身体也很好 所以为什么他身体很好 忍者受 忍耻的人常受 每一个为人着想的念头 还没有付诸行动 首先这个忍耻的思想 就已经熏陶滋润了自己的身心 八十兆的细胞了 所以叫利人绝对利己 这是真理 结果他就是希望员工能接受老祖宗这些教诲 让他家庭能幸福 这个是真正 做到了以亲人父母的心对待员工的 可是他的员工刚去的时候还想 这个李总可能是带我们去洗脑 回来好好效忠他 所以大家以后帮助人 在这个时代 一定要修一个修养 人不知而不愈 不亦君子夫 你为人家好 人家不能理解 甚至于还骂你 还侮辱你 你都能心平忌合 不生气 不计较 还是一往如前的 帮助他 这才叫君子 所以这个人不知而不愈 要到这个份上 你帮他 他都毁谤你 甚至还要打你 你都不跟他计较 这个才叫真心 真心不会变的 人家一生气了 人家口气一不好了 你马上就翻脸了 那就不叫君子 也不叫修养 而且这个时代 真的 当你对人家好 人家反而怀疑你 你更不应该 难过 为什么 更应该要怜悯 这个世间 缺乏了伦理道德教育 太久了 人现在 都不敢相信 有人会无私的付出 他没办法 信任 你说人可不可怜 对 这个如得其情 哀惊悟悉 怜悯 这个世间 目前人的心理状况 都来不及了 还有时间跟他 对立 跟跟他计较 那是我们自己 惩恨心在作用的 你说每一个孩子 都是这么信任 他的亲人 怎么我们活了 越来越大了 都不敢相信人了 这个心境 不就在这个社会当中 一直在扭曲了吗 所以我刚到海口去的时候 我们送书 给他们分享 很多去听课的人 都在那里想 今天已经第三次了 怎么这个蔡某某 还没拿书出来卖 然后有一些家长 本来都跑去 看看我们这个中心 到底在干什么 那时候在海口 少年国学启蒙中心 然后到我们的办公室 绕了好几圈 终于坐下来 倒一杯茶给他喝 他喝了一口 第一句话 你的钱从哪里来的 所以人好像都特别注意 钱这个问题 当我们中共看